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接 不能接 不敢接 还是有其他你所不知道的原因 我们在今天持续带您来关心 好 这个阶段先加入讨论的来宾 邀请到军事专家吴明杰 阿官好 大家好 以及经济学者吴嘉隆 阿官好 大家好 台积电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就像张中某所说 它已经成为地缘政治最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 好 为了追杀华为 现在台积电不准出货给华为 现在美国又下了新禁令 而这个新禁令呢 我想观众朋友可能禁令太多次了 有点搞不清楚 最后一次的禁令是 如果你的技术超过25%来自于美国 就不能出货给华为 换句话说 你是24.9%就可以出货 但新的禁令不同了 新的禁令准备全球切断华为 所以是零容忍 也就是说你的产品只要有 0.0000001%是美国技术或者美国设备 你都不能出货给华为 好 妙了 就在美国宣布 5月15号宣布新禁令之前呢 华为紧急下单台积电 换句话也就是说华为也有消息了 他知道马上要发禁令了 所以在禁令发出之前呢 赶快下单 但日经新闻说 台积电没有接华为的新订单 台积电没有接华为的新订单 今天我们就完整来说明这个情况 这个川普追杀华为升级版 台湾的经济日报 今天报导一个新闻就说 他给他90天的宽限期 然后可能华为也得到消息 所以紧急在5月15号 颁布了全球的一个新的禁令之前 下单给台积电7亿美金 台币210亿 华为也有内线消息吗 对 这个破破塞 破破塞 所以这个210亿的台币的订单 是麒麟的晶片的订单 涵盖了7纳米到5纳米 所以台积电第二季的营收应该不会掉 问题是他没有接 所以蔡总他到底是 不敢接不能接还是不想接呢 其实这个地方有罗生门 最新的一个消息的话 这个日经新闻就来自日本了 他说5月15号以后台积电不接华为的新订单 但是中国的腾讯新闻来说 这个根据台积电公司的一个表示 但是也没有听到台积电这样讲了 他说纯属市场的一个传言 不过一般的说法是这样 经济日报今天的报道应该是5月15号 颁布禁令之前紧急的下了7亿的美金的订单 这个可能是有 所以照理说515之前台积电是可以接的 但是台积电会不会怕老美不高兴不敢接 对但是日经新闻讲的可能也是对的 就是5月15号就今天开始了 这个台积电可能已经暂停了 华为新接的订单 遵守美国的一个规定的 好 所以问题来了 到底这210亿的单有接还没接呢 因为它是在5月15号之前 对 我认为还蛮有可能是有接 就是华为得到的消息 所以紧急的去订了7亿美金的订单 但是台积电可能从5月15号以后 不接华为新的订单 免得触犯了美国的一个规定 今天是18号 好 所以当这个消息出来以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华为的内部的 他们有一个网站叫做新生社区 再度把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台飞机 弹孔雷雷的E2的飞机 又把它PO出来了 这飞机不是每次它在有危难的时候 都会秀出来 他说没有伤痕雷雷雷 哪来皮躁肉厚 所以他说自古英雄多磨难 那官方的微博说除了胜利 我们已经无路可走 这个说明是华为已经有做了一些准备 但是也很无奈的来接受 但是刚才阿关讲到一个重点 我们观众可能搞混了 川普的禁令禁令禁令 反正都一直打华为 但是有什么差别 这个跟台湾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24小时之内 联系下三道的追杀的一个 华为的一个金牌 你看 5月14号的白天 把这个华为的这个禁令延长 这个叫实体清单 我说明一下 是规定什么 规定美国的企业跟机构 跟华为的一个生意的往来的话 必须要美国政府的同意 这个是规范美国的 所以你不可以买华为的这个电信设备 这个延长一年 到了5月14号的晚上 哎呀 我们的台积电 真的现在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宣布就到美国去设无奈民场 各位想看看 假如川普早一天 我就说5月15号全球追杀 刚才阿关讲得很清楚 以前你用到美国的技术设备 只要是25%以内的 OK 现在我告诉你 除了零以外 其他都不行 所以现在是零容忍 对 但是5月15号的这个禁令 是对全世界的 跟那个 那这我们台积电的使命 红买华去 因为我们来看这个时间点 你如果差一天他会去设厂吗 来 514我们宣布要去美国设厂之后 立马515他就宣布了新的禁令 而且这是全球切断零容忍 全球切断零容忍是连0.0000001都不行 对 那就显然台积电不能出货了吧 那台积电当时不是设想说 我如果去美国设厂 也许我可以跟老美谈条件 对啊 对啊 我既然去了嘛 你是不是就放宽让我出货华为 想不到我一宣布之后 声明煮成熟饭之后 你不跟我谈啦 对啊 所以你看 这个川普政府仍是真的 真的这样真的是 对啊 不能说清楚嘛 我就马上全球断货了 那我们台积电就不一定要去设厂 那如果你先全球断货 说不定台积电就没有要去啦 对啊 好 所以美国就是阿爸在这个程度 你全世界 你不是我美国的公司 但是你用到我美国半导体的设备跟技术的 除非你是0 你只要用到一点你就不得跟华为做生意啊 好 吴教授 所以过去台积电是不是一直抱持着 我只要去设厂 我就有机会跟美国谈条件这样的想法 但现在他一宣布之后竟然就破灭了 阿官你说的没错 原来有这种说法 就是说你如果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可能可以继续保持对华为的订单 但是美国现在是整体来下这盘棋 对华为等于是禁运 所以是包含台积电在内 不限台积电 这是整个政策在对华为禁运 其他那个企业一样不能出货给华为 不是只有台积电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 这个变成说 美国跟华为之间关系是切断的 断裂 然后台积电迟早不能接华为的单 现在看起来就不行 不是 迟早不行 所以台积电去设厂 并不是以接华为的单来做条件 为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 如果华为因为接不到这些晶片 以至于不能出货 对不对 那他的市场会被别的品牌商瓜分 其他品牌商的话就会卖多一点 然后这些品牌商 回来跟台积电下单 台积电并不是说不能卖华为以后 他的业务量这块就真的减少 10%到15%这个部分 对不对 甚至有到20%的说法 台积电有一部分的单 的确是从华为来 但是华为如果不能卖以后 他的市场空出来 别的品牌商会去拿这个市场 争夺这个市场 比如说三星 苏尼 还是苹果等等 会来瓜分这个市场 那这些厂商回过来 会跟台积电下单 还一旦损失没那么大 然后台积电 台积电去美国 如果不是其中一个因素 不是因为华为的话 他去美国那就是政治因素了 就是所谓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的话 表示台湾跟美国站在一起 所以他对华为的经营 不见得会影响到台积电的营收 因为华为的业绩 如果掉下来有人成长 成长的人再下单给台积电 他都赶快 那么回来讲 那华为就得倚靠中心了 对 所以这个 其实所有的这个限制 都留一个巧门 我们就讲了一个说实体清单 美国的企业机构 不能买华为的网路设备 但是我们曾经讲过 美国很多的乡村 用的就是华为的网路设备 所以他尽力每一次延长 临时许可再延长90天 你知道现在又延到了8月13号 第几次延长 我告诉你第五次的 所以根本 其实这个奔 没有办法把华为真正的打死 但是基于中美贸易战 基于川普要选举的连任 就是要打 所以代表官媒 环球时报 就上个礼拜五第一时间的反映 他点名了 苹果 高通 斯科 在外就是波音 就四家公司 但是我们从股价来看 上个礼拜五跌坠都是高通 所以大家想想 有可能是高通 为什么 把高通给打了 打了以后 起码还有台湾的联花科 今天大涨 所以高通大跌 联花科大涨 是因为市场预期 中国有可能会展开报复行动 而现在其实环球官网已经点名 报复行动会锁定四家公司 分别是高通 斯科 苹果以及波音 我们认为修理苹果不太可能 修理苹果修理到自己 但是修理波音的话 等于是撕毁协议了 上一波的美中大战 隐性是病毒 这一波的美中大战 隐性是华为 所以我们回来看华为 刚刚其实蔡总谈到了三道金牌 非常巧妙的是 它发三道金牌的时间点 我们来看到 在5月14号的白天 才刚宣布要延长 5月14号的晚上 台积电才刚宣布要去美国设厂 紧接着5月15号就宣布 全球切断零容忍 而华为很有可能是在 得到消息之前的5月15号 之前下了订单 现在台积电我们接这个单 现在是罗生们 我们也搞不清楚 但是自此往后 我们也不用管这笔单了 自此往后应该就没有办法 再接华为单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产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蔡总 对 今天台湾的这些 华为概念股就一片的惨绿 为什么 因为今年很特殊 这个疫情的关系 你说 叫少了华为 然后谁来填补这个空缺 很难 美国的那个经济 现在都还没有真正的一个重启 所以你看台积电来自华为20% 大力光也差不多15到20% 华星光也是有10%以上 这就是这个空缺有没有办法被填补 这个短时间补不起来 或者快速被填补 短时间补不起来的时候 这些股票就大跌 比如我们随便讲 这个像大力光 这个好公司 大力光你可以发现 今天的这个3008大力光股价是跌这样 2449的金元电 也是很好的公司 做封测的 今天还挂出这个跌停板 就市场在担心疫情 把中美贸易战打华为 跟疫情两个利空绑在一块的话 台厂暂时就没办法过生活 但是话说回来 中国也不是省油的灯 它开始有一些短期 跟中期的缓急的策略 就在5月15号当天的晚上 港交所就画了一个通出来 中兴过季 就大陆最大的金银代工 获得大陆两个半导体 像国家的大基金 上海集成的这个基金 注资160亿的人民币 国家队 就是要培养它 那为什么跌呢 今天原本涨8% 但是这个价位创历史新高 有人就绕跑 那个是短线的绕跑 所以今天是创新高 对 创新高 然后最后杀下来 还爆大量 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 华为 中美贸易战争是2018年打的 它就开始囤很多困存 然后2019年去年的年报 因为最新我们只能得到年报 它整体的存货 同比大增了75% 1653亿人民币 这个等于快7千亿的台币 然后存货占营收的比例 从43%拉高到19% 一直囤 所以它囤很多货 它也有在准备 它囤很多货就不用再跟我买货了 不是 它那个是最新的晶片 还是要用5奈米 7奈米 当然另外一个中企的话 寻求一个替代的来源 我也跟各位补充 因为美国商务部5月15号出来的时候 只有一个大致 现在细节出来了 可以允许第三方对华为出货 什么叫第三方 高通 莲花科 三星 日本的春田 这些做IC设计的可以卖给它 是允许的 但是能卖多久不知道了 就像去年台积电也今年代工 也做了一年华为的生意 所以高通可以卖给它 对 但是中国会买高通的吗 但是中国会修理它 对嘛 中国现在怎么可能会 叫我的这个品牌的手机业者 去买高通 所以就转到什么 莲花科 所以莲花科大涨 对 所以莲花科今天夸张 一开盘就跳空涨停 但是大家想 哪有可能 那么大型的股票 这个涨停也太夸张 这些是绕道出货 对 所以目前第三方 是可以出货给华为 所以以马尾留一个巧门 但是我们强调能持续多久 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 莲花科 它现在今天也发表了 这个天机820 那820的这个晶片的话 你可以发现 这个供应链 大家都发现 今天红米的总经理都来站台 OPPO Vivo 甚至华为都会采用了这个天机820 天机820和麒麟820和骁龙768 来超级比一比 就会发现 它的跑分是最漂亮的 653 631 701 这个骁龙768略胜一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590 2440跟1958 天机820就领先了 对 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 中期的一个策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股价里面 当然这个我们先看这个莲花科 它一度的这个跳空涨停 但是最后收敛了 因为涨太多了 今天大盘也不好 但是整体来看的话 这个莲花科的K线 似乎有往上 所以明天它可能会补这个缺口 但是没有跌破这个位置的话 那真的奠定莲花科的转强 今天外资也得到了消息 今天莲花科是外资买上来的 买了7000多张 779张 对 这个也是一样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供应链里面 像今天做了那个4968的立基 做色评的 我们为什么 因为今天它跌定板 但是我们来看历史的经验 我们回到了一年前 一年前就是实理清单的时候 也禁止了这个华为的情况 但是你看一年前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股票跌到差不多50块 五月份的时候50块 但后来涨到255块 因为为什么 那时候台积电还可以出货 所以整体的华为的手机 它的产品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跌下来以后反而是买点 为什么 它是华为供应链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可能就不太一样 就不妙了 因为台积电没办法出货 所以必须要绕一个从IC设计去出货 所以我们来看另外一家 3661的四星KY 四星KY的话 今天其实它一度的大涨 快到涨停 但是你看它K线 它有点像刚才中芯国际 创了历史天价 有人就把它卖下来 所以它可能是短线 3443的创意 那四星KY能够出货吗 可以 可以 来创意 今天也可以 股价也出现了上涨 不过我们现在来讲一个 另外一个大的议题 就点一下 中国这一次一定会下定决心 所有的晶片要自主生产 这个讲了很久 现在决心更大 那几个理力它是很缺的 整个中国都缺 第一个 记忆体 所以你看2337的望虹 今天股价其实没什么跌 大概维持在这个平盘 慢慢在这个地方 获得了一个支撑 CIS就影像感色器原像 327的原像 今天只有跌一块 也跌了不多 大家觉得说 你还是会发展这个地方 管理那个电源管理晶片 以前我们才能讲的8080的智新 其实它的股价你可以看 它的股价是一路的往上 但是今天都有一个麻烦 涨太多的 今天大家有点怕掉 调节一下 所以它今天留了一个上影线 但蔡总233的台积电还是要看一下 因为影响最大的还是台积电 我不知道台积电是否会怪去 但现在被迫得到美国去设厂 这两天我碰到一个朋友 他跟我聊天 他说只要是因为政治因素 到国外设厂的都很惨 以前不管是阿扁时代 阿辉伯时代 为了外交也好 为了政治也好 帅团出去到海外设厂 没一个好下场 所以做欢乐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我认为明天可能就有一个低点 就稍微可能会稳住 为什么 因为它第二季的营收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因为应该有下那7亿美金 所以它真正 中美全面决裂 我们来看 在军武上 双方现在也是动作频频 特别是英国媒体还披露 美国兵推了未来的战争 兵推到2030年的话 他说如果在海战上 美国可能会输中国 我看到这吓一跳 因为后面的巨大跟让我们紧张 所以守住台湾很难 美国的兵推竟然推出自己会输的结果 美军少将说 那今晚就能一战 不然现在来战战 别怕人好吗 这个事实上分两个时间点 前段那个是英国泰晤士报它报导 就是说它的时间点是设定在2030年 十年后 十年后 十年一眨眼就到了 对 事实上像这样子一个美军内部的一个兵推 针对台海 过去不是没有都会曝光过 事实上过去我们看到 连这个美国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 都有做很精密的一个推演 那它的推演 事实上的确 它凸显出一些解放军的一个 军力的一个扩张 对美军的威胁 那中间比较具体来讲 大概就两大部分来说 第一个美军现在最介意的 就所谓的中程飞弹 中程飞弹 基本上来讲 对美军威胁最大 他们基本上 兵推一定是料敌从宽 会让对方的兵力最大化 我们先不要谈 它的飞弹的性能到底强不强 还没有看到实战的状况 但是东风21D 像这样子 21D是多种飞弹 对 它是射程大概1000到1500公里 那它的主要目的主要是说 它这一个可以作为打击 美军航母舰队之用 所以都这个过去美军的航母 它在全球 是基本上是没有天敌的 但是因为解放军东风21D的 这一个出现 所以它可以用高速远距就把 这一个可能对航母 这样的一个舰队给摧毁 那这个部分基本上美军是很审慎的在评估 那国际上很多争议 到底这个东风21出大气层之后 回来高速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办法打中移动中的航母舰队 这个有很多的争论 但是基本上美军 我就说料敌从宽 就把它当成是真的 从这个角度去看 所以它是模拟它的中程飞弹 如果跟他们对打的话 这是一种 第二种是东风26 东风26射程更远 它可以到达大概5000公里 那基本上到达5000公里 就是说从中国大陆本土发射的话 基本上就是直接可以打到关岛 打到关岛 直接打到关岛 那所以等于说关岛基地 它也受到这样的一个飞弹的威胁 那另外一型更新的是 去年这个中共十一阅兵 它展示的东风17 这种高超音速武器 东风17基本上来讲 它这一个它的这一个 这个性能跟各方面 跟传统的弹道飞弹是不太一样 它会先用这样的一个弹道飞弹 把它打到高空 大概将近60公里的地方 它是现在打到太空吗 对 先出太空之后 回来要返回大气层 大概60公里的高度 它前面的弹头是扁扁的 它是一个滑翔体 它会这一个弹头 跟那个弹道飞弹的火箭 分离之后 它会在空中飘 直接跟打水飘一样的方式 这样的一个优点 是比传统弹道飞弹的好处在哪里 就传统弹道飞弹 它的弹道可以计算 所以你看到美军有 薩德有 爱国者三型 它可以计算你的弹道 接近就可以拦截 就能有效拦截 但是像这样的东风17的高超音速武器 它的这个弹头 基本上它的路径是没办法预测的 然后它的速度可以高达10倍音速 10马赫 所以又很快 又难拦截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东风17的射程没有那么长 它大概约莫1000公里以内 但是对美军来讲 它从北这个驻韩的基地 驻日基地到冲绳 甚至我们台湾 也都遭受到这一型飞弹的威胁 这个是飞弹的威胁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 事实上相关的兵退也显示出来说 解放军很有可能在2030年 大概可以组成五支的航母舰队 它现在是两支 现在是两支 那003已经在打造之中了 那未来十年预估 就是说五年一艘的话 大概2030年五支航母舰队可以成型 那这样的一个航母舰队成型 可能对于美军在西太平洋 特别第一岛链周边 像台湾附近或南海 会构成一定的一个反制的威胁 明杰那个美国是几支啊 现在 美国现在是11艘 但是通常组成10支 但是通常10支 我们这次武汉飞檐看到 是不是有些航母是没办法动用 因为它有的要更换荷兰料 有的要进场税修 所以事实上像这一次是因为 罗斯福号又染疫 变成西太平洋没有动用 但是最近他们公布 他们已经有六艘航母是已经出海 那有些在做演训 那比如说在我们附近的雷根号 跟这个尼米兹号 从西太平洋过来 大概六月份都可以看到 这两支航母舰队 在整个这个台海周边巡弋 那未来基本上美军本来 因为先前预算关系 还要砍掉两艘航母的这个数量 要把它改成九艘 但是看到解放军的航母 大幅的增加情况之下 这一个构想可能会先暂停 那这两个部分是 他们兵推过程中认为 对美军未来2030年 最大的威胁 但是威胁很大 也不注意到输吧 难道到2030之前 美国都没进步吗 好 所以这一个部分 我们就知道美军在兵推 为什么要做兵推 找出自己的漏洞跟问题 不足的地方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2020年我们还具备 某个程度的优势 美军不能够完全没有发展 所以还有十年的时间 美军可以加大投资 可以加大建军 所以你看到最近的一些 形势新的发展 我们就看到 针对飞弹的部分 我们看到川普总统 是不是退出INF 这种中程反导条约 他就会未来要在亚太 这个进驻部署 所谓的中程飞弹 他也要恢复中程飞弹 然后他有陆基型的 战斧巡运飞弹 然后同样的 你看川普这几天讲说 我们有超级无敌厉害飞弹 就是17倍音速的 这种高超音速武器 那这样子一个美军 也同样在开发高超音速飞弹 大概外界推测 比较有可能是 像去年B-52H 他公开亮相的一型 空色型的 这个叫ARRW AGM183A型的这种 同样是属于HGV 跟东风石器很类似的 这个弹头是扁扁的 用这个超音速滑翔的方式 他也未来可以用这样的飞弹 对解放军进行反制 那另外航母的部分 事实上美军未来的规划 他不再用航母直接对解放军航母了 他用所有的火力平台全部分散 海面上的包含过去潜舰 事实上是潜对潜 大部分是用鱼雷进行攻击 未来他会大幅增加上面搭载 包含这种公路型的战斧巡运飞弹 还有比如说无人船 无人舰 无人潜舰 然后另外像他们很特殊 最近美军的陆战队缩编 缩编之后他佩附给他什么 佩附给他反舰飞弹 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 因为陆战队本来是要作为 两栖攻击制用 但是你今天配给他 这样的飞弹目的是什么 要让这些陆战队进驻在亚洲 特别是第一岛链的小岛 进驻之后上面的 比如说用M142海马式的 这样的一个火箭发射车 配戴ATSMS这样的短程弹道飞弹 射程大概500公尺 500公里 整个把从宫古海峡到巴士海峡 全部封锁 也就是说未来你纵使解放军 有五支航母战斗群 但是你走不出第一岛链 我的飞弹全部进驻在这里 所以再这样我们看到 最近他很多行动 B1B的轰炸机 搭载这个JASSM1R 远距射程高达1000公里的 这样的飞弹 直接从空中 就把你这些中程飞弹的发射架打掉 那对航母舰队 他就用LRASM这种空射型的反舰飞弹 有这么多的新的武器 持续在开发 持续在建军 所以回过头来讲 2030年他就是为了避免 在台海战争被解放军打败 所以他现在开始全面性的 在2020年就开始制压解放军 所以我们看到美军的西太平洋 他特别是太平洋舰队的潜舰指挥官 直接就呛声说今晚就能一战 今晚一战我相信美国会赢 但如果十年后一战那就不一定 所以他现在加速在强化他的军力 现在我们都模拟是在2030 但解放军威胁说 五年内就要跟美国开战 所以时间内有没有可能再往前推 那一个五年内的开战的说法 是认为这个是等于说认为说 因为解放军在这一次 特别是武汉肺炎的疫情 国际反中的全球反中的浪潮 然后国际特别是美国 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先前中共国安部曾经有外面曝光说 是不是给这个习近平一份秘密报告 里面有讲到说可能解放军要做最坏打算 因为在五年内非常有可能 包括在南海或在台海 可能双方会有武装冲突 那这样的一个情势的确我们不排除 因为特别是像最近在南海的区域 解放军如果他持续 特别是他的南海防空识别区 他又公开宣布 那美军赤壁跳脚 未来他的过去是用B-52H轰炸机 在东海防空识别区 这个宣布之后他就直接穿越 现在用B-1B超音速轰炸机 如果南海的AZI也宣布的话 他直接B-1B就穿越 那在这过程中 有没有可能擦枪走火 我觉得很有可能 特别是我们这几天看到 还有一架这个P-8A的反潜机 海神反潜机 这几天我们看到 有国际的民航网站追踪说 他的飞行的航路 几乎直接穿到海南岛的上空 但是我们判断 那是航机的落差 不太可能 那美国是不是刻意放一个影片 在他南海 他是 就是说那一个 那个航机会让外界认为 误以为说 美国军机直接入侵中国 但是基本上入侵领空 这在国际访问上 是不太可能 站不住脚 但是他可能会刻意用 这样的一个 同样是资讯战的方式 然后在这一个 让国际上 会看得出来说 美国在加大解放军的 围堵的压力 好 那这个影片 是美军刻意放出来的 他所放出来的这个影片 他想凸显的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 这是在南海的时代军演 对 南海的 这就是LCS 它现在发射的叫nsm 海军的这个打击飞弹 是最新的打击飞弹 你看到上面 大概可以搭载8枚 LCS本来是3000吨的轻的 这个近岸的滨海作战舰 那美军它现在在南海部署了两艘 一艘叫吉佛之号 然后这吉佛之号上面 已经新部署 它那个发射箱你有看到 它是一个新型的 比较小型的 逆中的 长射程 可以打到200公里的 这种反舰飞弹 这性能比过去传统上 它带8枚这种鱼叉飞弹 射程只有100公里来讲 性能要更强 像那时候 飞弹在试射的时候 事实上美军的 相关的舰上的指挥官 也曾经呛过中国 他有讲说 你解放军好好看我这个飞弹 我可以让你好好冷静一个晚上 所以他是刻意给解放军看 当然是窄视肌肉 你要在南海乱来的话 看看我的武力 所以美中中序一战吗 特别是解放军还说 五年内就可能对美国开战 而地点就选在台湾 另外我们来看香港问题 香港在反送中的时候 中国一直认为 就是你美国在后面塞狼 就是美国情报局在后面搞鬼 才会搞出反送中 所以他们希望在香港的掌控力道越强 香港的经济越依赖中国 他们就越能控制香港 所以我们看到趁疫情 竟然中资不断的裂进港气 这头包挂120年的先事百货 包挂保时龙甚至新杜伦 最近都成为他们收购的标底 我觉得这个是他利用这个机会 这三家都是香港知名的企业 而且是大公司 可是都是没落中的企业 就是没落中才有办法收 没有 就探机会来探钱 比如说第一家先事百货 这1900年就成立了 1917年就在香港上市 1930年代 他倒过去投资广州跟上海 我们台湾有先事百货 但是现在已经乖忙了 这家做有的 这家是上海四大百货之首 1930年代 后来当然也来台湾投资了 不过话说 因为他非常知名 可是后来经营不是很好 所以就深圳有个集团 叫纬鹿集团 他这次开5亿 5亿港币 事实上先事百货香港的旗舰店 在2018年就把铜锣湾给关掉 可是他现在还有五个地方 比如说旺角 中环 我觉得这个纬鹿集团 它是看长一点 就觉得这个地皮还值钱 而且先事这个名号 基本上是知名百货 所以就趁他这个经营不好的时候 就这个时候把他收购下来 而且买得比较便宜 当然 五亿港元而已 五亿港元 这是先事的部分 我们再来看 一般女孩子比较熟悉的品牌 应该是保湿龙 薄西尼 薄西尼我也穿过 听到这个就想 你那么年轻 拜托 薄西尼 薄西尼很久了 但是他走的style是很年轻的 我以前可以穿他的运动衫 薄西尼这一家就是 你看他用非常便宜的价格 只有4600万港元 这家公司就真的是经营不散 他已经连续好几年都亏损了 自从他股价在收购那一天 已经跌到0.148港元 然后跌到这里 然后这个收购的是 李宁的非凡中国 用七成的股价收购 还不是溢价 还打折 还打折 打七折 七折收购 已经够便宜了还打折 可是这个薄西尼 还算香港的知名成衣 因为这种 自然在亚洲地区算知名成衣 这个中国其实品牌也不多 所以他可能是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他是为了品牌 我认为是为了品牌 因为非常便宜 只有4万6000港元 另外一家又为了什么 这个就比较 比较有政治味道了 这家新杜伦事实上 香港有一个叫新创建 他就是负责 新杜伦就是航运 另外一个是城巴 城中巴士 还有新巴 就比较远的巴士 这三个都是属于香港的 公共运输的系统 他就是属于新创建 新杜伦我觉得他也是策人之为 就是说中国收购他是珠江船物 这个珠江船物 才用2.3亿港元去买 把新杜伦给吃下来 是很热的 非常热的 而且后来才发现林郑月娥 花了58亿港元 要买47条新的船 来让这个公司经营 这个我不知道 现在要不就贪到 我不知道 他有出钱要替他出这个钱买新船 那个船大概都是政府 政府会买新的 可是让你经营 而且最重要不是这个 买新船经营到没什么 他决定每年给他2.6亿港元补贴 还补贴他 所以我就不知道是 这个原来的船东不知道吗 我是说 那船东干嘛卖掉了呢 这个新杜伦是 有人出钱帮你买新船 有人补贴你 是啊 那你干嘛卖呢 可能是确定买卖交易之后 林郑才说的 也很可怜 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政治关系 这个基本上就是介入 香港的公共运输系统 这个是属于杜伦的部分 那未来他那个陈巴跟新巴 就巴士系统 我任何也有可能卖出 因为现在财务也不是太好 所以趁着香港现在经济 其实中国介入香港 恒生指数现在超过50%都重复了 可是现在就是说进一步 这三家企业有一个共同特色 他的员工都非常多 就是说他趁便宜把他接下来 有的是老品牌 有的是政府补贴 可是员工都很多 这个就对未来的选举有帮助 所以有非常复杂的政商问题 我们回到中美大战 那中国驻以色列大使的猝死 跟美国有关系吗 我们来看 今天竟然传出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杜伟猝死在床上 而他猝死之前才刚狂呛杭比奥 所以有人就说 这背后有没有阴谋暗杀 我们先讲 这已经是全球外交战里面 第二个殉职的官员了 前一个是捷克的议长 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捷克的大使 中方大使 跟他们的总统联合施压 最后捷克议长的遗孀出来讲说 我们认为这都是 中方跟我们总统施压的结果 那这一位杜伟 当时有人传说 有可能中方慢性下毒 因为那个时候 议长有特别讲 议长跟他的夫人 一起参加中方的酒会的时候 特别讲 不要吃任何对方提供的东西 这个不是空穴来风 是他们家人受访的时候 亲自讲的 那中国暗杀捷克的议员 那美国也会搞这一套吗 我们先把这个故事讲完了 不是议员 是议长 杜伟原来是怎么样 他是今年二月才到以色列任职 也就是国书递交是今年的事情 但是从三月开始 他就肩负起战狼外交的工作 三月他就投书耶路撒冷邮报 他说若不是因为中方的牺牲 努力跟投入 这一次的疫情会比原来要严重 好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因为中方显然下了重本 要让以色列被笼络 所以投注的资源跟人力非常多 就跟今天我们讲了半天 不是有十个国家 要求WHA要邀请台湾 就没人提案 但结果他们反而邀请习近平 出席演讲 这个背后都是外交体系在运作 然后杜伟那个时候怎么说 今年5月13号的时候 蓬佩奥也知道了 这个中方要运作收买以色列 你知道蓬佩奥今年百忙之中 疫情封锁之下 5月13号特别飞到耶路撒冷 猜猜看他待多久 8小时而已 他就是特别飞过去 要遏止以色列跟中方过度靠近 所以马上杜伟在3月投过书之后 接下来又呛蓬佩奥 说你提供错误资讯 你对中方不公平 然后过不了几天 就过世了 耶路撒冷当地的媒体说 没有看到任何暴力的倾向 没有看到任何暴力的破坏的行为 就这么神秘的死在寓所的床上 耶路撒冷是亲美 那亲美的以色列说 没有任何问题 美国不会这么干 这也不一定 很难讲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当然这个死亡之谜 一时还不能解开 这个报纸推估是心脏病发作 当然是这样说 跟捷克益叫中国 中国要派调查团去调查死亡 所以中国不相信吗 但以色列一定会说没问题 好 我们回来看中美大战 骇客不得了 入侵了我们总统府 我跟你讲 今天国安局跟中华电信 破天荒第一次 他们竟然跑到下水道里面 一寸一寸的查光纤 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很 很脚踏实地的动作 不是 你是网路观察家 我问一下 骇客跟那个光纤这样查得出来吗 我跟你讲 你第一个 他们要查的是 有没有从中段破坏光纤 然后重新把它接起来 做讯号拦截 这个做得到的 以前我们有讲 就是中美光纤 或是美台的光纤 会不会有人用那种 无人潜艇或潜艇 直接去拦截它的讯号 至少做监听 他们查到目前为止 不知道有没有查到结果 但这个动作已经非常大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国安单位测查的结果 发现可能有某些 高阶幕僚的电脑 早就被入侵了 还不是这一天两天的事情 因为他们 我们这样讲好了 他们外流的文件是密餐 密餐文件 我跟你讲 总统府讲话很有小问 你问这个委员就知道了 他说这些都不是机密公文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公文 这到底是不是机密公文 是机密不是公文 我跟你讲 他有内网跟外网 外网就是你用自己的笔电 用USB 那他可能是在外网的部分 被人家拦截 内网被拦截 那事情大条 打赖或人事部署 这算不算机密 这不应该允许的 比如说这也是机密 美国白宫怎么可能让你用 自己的笔电或USB 内阁新人事部署 当然是机密 包括打赖也是机密 没有 我们这样讲 他曝光的时间很巧妙 第一个他曝光的时间 是在520人事 基本上已经底定了 因为他公布了很多资料 大概就是每个周三 4月1号 4月8号 4月15号左右 那这个都是固定总统 跟苏院长会会面的时间 那他们就讨论 两边的交换意见 等等等等等等 你不是这个是造假的吗 我来问一下亮亮 因为他讲到非常细节 他说在人事的部分有关陈耀祥 他说后来发生台书科 新闻台事件 岳长认为陈不太会处理事情 连这细节都有 岳长认为陈不太会处理事情 就找他来训话 然后要求解决问题 但没有想要换人 后面还讲到 其他有三位新任委员 一位是怎么样 两位是什么 然后直达说什么什么 他们所有到底怎么去瞧人事 谁能够议认 谁不能议认 我对他的美美嘎嘎是什么 一清二楚 要讨论人事本来就这样讨论了 对啊 这流出去 如果是假的 干嘛国安局这么紧张的一刹关系 所以我要问你这是真的假的 我认为应该是真的 真的 但我跟你讲 我跟亮亮不一样 那这样我要仔细来看一下 亮亮不相信党 我最相信党了 党说是假的就是假的 那国安局紧张什么 那他就可能自己穷紧张 好不好 我这样讲好了 我们做一个 那我觉得这段更有细次了 锦昌忧欣李永德很难满足文化界的期待 形象太老了 所以昨天看到史哲就问了他的想法 院长的异乡和史哲的橘析色彩会是阻力 这里有派系问题 还讲到人家太老了 你看 阿观教你不要看那么细嘛 党都说是假的 我以后本来我会搞不清楚真假 我就没有想要看那么细 但是亮亮说是真的 我就真的要看一下 到底他们在瞧人事的时候都说些什么 有没有说谁的坏话 我们先这样讲 你看他公布的时间是520之前几天 就是人事大概都顶定了 所以他没有要推翻 我们说这假的 假设这是造假的话 他没有要推翻人事布局 他就是给你难看 他没有要推翻人事布局 谁当文化部部长 谁当NC委员 他没有要推翻 因为4月如果就拿到的资料 那旧资料 你怎么不在5月1号就贴出来呢 没有他现在你都底定了都谈完了才贴 一定给你拍看 所以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駭客是谁 我们这样讲 是对案吗 还是党内同志 我跟你讲 让我先引述总统府的说法 总统府说 这个是假照拼贴文件 请媒体要小心查证 NCC也有讲说 请媒体务必平衡报导 但有一个东西因为我太笨了 所以我不知道假照拼贴呢 到底是99%是假的 1%的拼贴在一起 还是1%是假的 99%是真的拼贴在一起 我们不知道 所以他里面只要有 我还问亮亮说 这个真实性以他来判断 是真的还假的 那他说真的蛮像真的 蛮像真的 没有说一定是真的 蛮像了 但不管真假了 谁干的吗 我们这样讲 这个接下来出来 你对一下内阁名单 如果都一样 因为我不认为国民党 有那个本事感 就巧合 好吧 我们说内网的东西 只有内网知道 所以目前国安局的说法 是他锁定某位幕僚的电脑 已经被破解了 那但是因为到目前为止 查不出来 到底是自己守华按错 还是有人刻意植入幕 或者是有其他的人 拿到的这个资料 我们先这样讲 就大概目前主流的意见 大家都跟着配合 说是中方 说是对岸 但中方现在全心全意 在偷疫苗的资料 谁给你偷一个4月1号 4月8号 4月15号东西 他们有13亿元口 有些人在偷疫苗 有些人来偷我们的资料 所以我们想说 他们分工应该做得还蛮好的 能够把一个公布出来 一点意义都没有 只为了让当今的经上难看的资料 还特别公布出来 我觉得他们人力也真的是很充足 因为现在的确全球在骇客大战 但他有没有时间搞到台湾的内阁布局 这看起来有一点点不划算 而且我记得亮亮有讲 中方怎么会牺牲一个重要的间谍部件 就为了公布一个过时的资料 那这个东西到底公布有什么意义 你跟他说犯罪没有动机 那到底是谁获益 那就是你们内部权斗 这我不知道 因为懂网路的很多 像那个朱全就很懂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中方在亲密这件事上 真的很厉害 有的确 因为FBI跟美国的网路基础签设局 都公布了 现在全世界斗城一团 他们怀疑 我跟你讲请注意 这纽约时报报道 就不只中方 他们怀疑说包含了南韩 越南 中方 全部现在在网路上到处乱攻击 因为全世界各国都想要先拿到疫苗的资料 先拿到他就赢了 不然你等什么葛兰素史东 或者是这个加拿大的疫苗中心要优先开发给你 你想都别想 有疫苗折腾天下 对 所以连落后国家 他这个闻到里头 不知道纽石是不是瞧不起越南 他说连越南都开始攻击 那为什么中间他列了这么一大长串 大家还是最怀疑中方 是因为过去曾经有过很特别的例子 马尔他这个国家不是很有钱 但是当他盖了一个大使馆的时候 位置很接近欧盟 在这个布鲁塞尔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问一下马尔他国家到底 这个国家到底人口多少 我记得好像比台北市还要再少一点 人数不是那么多 几十万人 但也不是很有钱 最重要的是不是有钱 那他盖的大使馆不得了 你看这个 很豪华 最重要的是几乎都是中方出钱 所以当地包含了欧盟的情报员 甚至当地的 四十九万人的国家 他的大使馆盖得这么大 就绝不合理 所以被很多情报机构怀疑 因为你唯一的原因跟动机 就是他非常靠近欧盟职委会总部 所以这个盖这么高的楼 又不是马尔他出的钱 都是中方出的钱的话 他们会假设 是不是里面有装监贴设备 那当然是马尔他的人 但是重点是不需要上班 但是他在盖的时候 他就可以放一些窃听器 或者是搜寻 而且还固定可以换 你知道国防部以前 就被人家质疑过 你盖国防部大楼的时候 还有请中方的劳工 在里面工作 那舅舅姐 我是中方 我是不是在你墙壁里 盖一个二十年的监听器 你都不知道 所以这一次 中方在全世界各地的情报收集 被大家一直怀疑说 到底是不是因为他在武汉砸了锅 所以现在反而在全世界 要收回这个面子 所以我们特别讲 WHO的运作很成功 WHA这一次的Assembly 习近平出来演讲 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洗白动作 但背后不知道多少角力 因为他请到习近平 但挡不住澳洲发动 要求全球独立调查 COVID-19起源的这个动作 那你想想看 全球要求独立调查 针对的是谁 一定针对的是中方 所以现在全球的外交角力里面 有胜有败 到底结果如何 真的